尊敬的,主于同修,主于护法,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再次借共修的姻缘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希望能够对念佛法门能够产生的深信,而将来能够得圣净土,离苦得乐。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那这一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欧依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为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对于称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为我们说明啊,念佛法门有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色。 在这个三个地方里面啊,在一切法门中是没有的。 唯独的唯独念佛法门才有,而且这个特色是无比的殊胜。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法门 为什么要来策念这句名号 它的好处最大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它的殊胜是在哪里 这个要跟大家简单来说明 然后最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位奇人 他是住在河北这一带的 因为他的双肾就是他的肾脏 已经烂掉了 但是因为念佛的淫约 又长出这个心 这个心的肾脏 从古至今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这一位是谁呢 下面会跟大家来分享 让你们能够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产生 有四毫 怀疑都没有了 那昨天上个星期啊 已经跟大家简单分享到了 阿弥陀佛的 欧益大师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法门呢 它是三根普贝 利顿全数 就是说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 你的 根性 不认识字的 也不会懂得诵经 也不会懂得去讲经 就算三岁小孩 五岁小孩 八十岁的老翁 都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很简单 方便 只要你肯念 你就能够借这个因缘来成就自己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甘心 就算最愚的笨 最愚笨的人 也都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三个星期已经为大家说明 也为大家讲过一些故事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二点呢 欧益大师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的特色 无比殊胜的就是什么 大业王山 在一切法门中 是没有的 虽然我们的烦恼的种子 还没断 我们烦恼很重 业障深重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罪业 只要你一生学佛 好好修行 到临终的时候 你能够正面分明 心不颠倒 一心不乱 那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以及诸菩萨众 都能够来接引我们到西方 解决的事情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待业往生 你想一想 在一切法门当中是没有的 一切法门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了生死 你首先一定要断反 但是静中是没有的 你不用断反 你能够待业往生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以前师傅 在台湾的时候 我为什么后来喜欢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为什么我这么会喜欢 因为它的好处 都是待业往生 你想这一生 要了生死出三界 最伟大的 你能成佛 你要靠其他的法门 是没办法的 唯独这个法门 才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很多人认为说 待业能够往生 那我这一生 等到这个临终的时候 才来念佛 现在造一些业没关系 最主要临终的时候 请人家来祝念 请一些大三之士 来为我祝念 来为我消业 来帮助我回向 到时候 我们才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不要用这种的心态 这种的侥幸的学佛 来学佛的 不可以的 不要把西方吉德世界 当做垃圾桶 通通把这些垃圾 扔到西方吉德世界去 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段经文 会产生的误解 反正都快待业往生 也造多一点 没关系 将来通通到西方吉德世界 让阿弥陀佛结局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算我们犯了五逆十恶 犯了很严重的造业 左脚已经在五间地狱了 右脚还在这个世间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只要你肯发愿 你对这个净土法门 一丝好华语都没有 你的心对于西方吉德世界 那种向往非常强 但是为什么 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难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每一天 所有的生活里面 都背着我们的业力牵着走 我们的业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谁做主就是我们的业力做主 很麻烦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业力处理好 你能不能待业往生 没办法的 因为这个业力太强了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业力处理 把它修好 将来会障碍我们往生净土的 现在我们念佛感觉很不错 因为你的业障还没现前 这个业障都是讲业力 当你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来对付它呢 你要怎么样来克服它呢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为什么我们 像我自己本身每天要睡觉之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 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合掌 21遍 49遍念阿弥陀佛 到最后 祈求阿弥陀佛 愿我临终无障碍 希望我们临终的时候 不要有很多的障碍 不然的话呢 不但我们不能大业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而被这个业力带得走了 那就很麻烦了 如果我们被业力带走了 那你想一想 地藏菩萨本元经讲得很清楚 炎福体众生 起先动念 我不是罪 你想一想 你这一生造的业有多少 从你的身口一三业 你造了多少 天天都在造业 那将来要收果报 那这个果报几乎都在哪里 在山土 不要以为我今天念佛没事 慈颖灌顶大师也说过 在这个观无量塑佛经 大师之菩萨言通章 他又讲了 告诉我们念佛的人 有一百种的果报 第一种果报是什么 堕在地狱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业力很恐怖的 这个业力很可怕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现在未来 那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 现在只是迟早而已 什么时候呢 没有办法来说算 没有能够来算定 什么时候发生 所以这个业力 如果没有把它处理好 那就没办法 所以啊 借这个共修的因缘 我要跟大家来说明 要如何让我们能够 顺顺利利的 大业往生净土 这个很重要 所以后面会跟大家分享 有四件要提供给大家分享 让大家明白 要如何让我们这个业力 不要产生来障碍 我们将来往生净土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中间的最统修大德 为什么西方极的世界 这么庄严 无尽的美好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 因地修行 他的愿力而所感召来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 会产生种种的障碍 因为我们的业力而所感召来 这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今天念佛 就是要帮助我们 要如何将来 不让这个业力来产生 来障碍我们 得生净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念佛的好处 都是待业往生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悲愿之身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一章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悲愿之身 看到这个众生 要修行难 要成就难 不要说断肤 烦恼 你一天不照业 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阿弥陀佛 才发这个大愿 告诉我们 只要你相信净土 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西方其他世界 你真干 你精进 勇猛的念佛 你都能够成就 你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你会离苦得乐 俗意色广 色度之广 超越十方 这个超越十方 是指十方诸佛国土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在十方法界里面 没有说法说 能待业往生 唯独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才有 虽然 我们的烦恼未断 都能够待业往生 这个说明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慈悲 阿弥陀佛的伟大 对死方一切众生 的护念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 对我们的关注 你想一想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 怎么办呢 你想想我们自己本身 每一天 你想一想 处事待人皆物 无不是罪业 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能够待业往生 随人没有证 连出国都没有证 出现为菩萨都没有证 但是能往生净土 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凡胜同居土 地位跟我们现在收火世界 的地位都是相同一样的 只是换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所住的 所谓的就是凡胜同居土 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凡胜同居土 它就不一样 你看下面 我们来看下面 那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胜同居土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胜同居土 当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是极乐世界的凡胜同居土 就是阿弥陀佛的凡胜同居土 虽然我们生在凡胜同居土 是最低的 下下品往生的 但是你的待遇 你的福报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想一想 你今天带了很多的一些罪业 造了很多的造业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你生在凡胜同居土 虽然凡胜同居土 但是你的福报 你的待遇 跟阿弥陀佛的一样 就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到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有了 阿弥陀佛有的 我们也有 阿弥陀佛有无量说 我们也无量说 阿弥陀佛有无量像 我们也无量像 像有无量好 我们有像无量好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里面 一切法能够称心如意的 没有一件事水心手意的 都是称心如意的 我们也是一样 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福报 阿弥陀佛拥有的 我们也拥有的 虽然我们 大亦往生西方极度 在十方诸佛国土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说法 今天如果我们 今天如果我们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好好来珍惜 然后把这个机会 超过了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 没有尽聪 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想要成就 任何人的成就 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大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是什么呢 生死自在 你要无怪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你想一想 以我们能力 不要说大成就 最小的成就 就是我们小城讲的 虚头碗 出国 我们能够得到吗 说实在的 很难 真的太难了 为什么很难呢 什么原因呢 我们佛教里面最低的 出国虚头碗 小城的 小城的 大城教的 原城教 所讲的 初心魏菩萨 这样地位是最低的 我们就无法能够得到 那何况在讲彼得呢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呢 佛在经上常常常告诉我们 讲得很清楚 你必须要端三界八十八片见乎 你才能够超越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沦为 我们能够断得了吗 那断不了 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德 什么叫做八十八片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 你要靠自己的 修行 再加上这个环境 这么严重的诱惑 又没有好老师 又没有一个好的同称道友 又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你想要大成就 断烦恼 不要说 成阿罗汉国 连虚头还 你就没办法成就 你想一想 能成就吗 很难呢 我们断不了 那什么叫做八十八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看了这段经文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死亡一切诸佛如来 叫我们要念佛 所以为什么死亡一切诸佛如来 把净土法门 把念佛法门 作为教导众生的为中心 从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展出 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而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归纳起来到最后 也就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需要靠这个净土法门 靠这个念佛法门 你想一想 从最低最低的最基本的叫做八十八品建货 八十八品建货在大乘 神经里面所讲的 佛菩萨把它归纳五大类 就是见识烦恼 有五大类 你必须把它断掉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五大类的见识烦恼断掉 你是没办法超越六道轮违 你还在门口 你还没入门 第一个你要破掉的是什么 你要突破的 第一个就是身建 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谁能够突破 谁能够破得了 有人能够做得到吗 谁呢 我们天天 这个身体不舒服 这个身体越来越老 很多人对这个身体的执着 为了这个身体的欲望 为了满足这个身体 天天都在造什么 杀到血液 特别是现在一些女生 我是讲不是你们 外面的 你们都很有修行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思维上 做什么样的生意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国家 建什么 美容院 或者让那个能够长得漂亮 能够长得越来越看越年轻 总统的 你看 想尽办法 要如何来让这个身体 能够来满足这个身体 为了这个身体 你看 一切众生不断地在造业 你为了这个身体 你为了这个身体 起了贪念 为了这个身体 起了欲望 为了这个身体 做了一些不该造的业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呢 常常教我们要观想什么 教我们观想四念处 四念处 头一条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观想 观想这个身体 不称 这个观身不静 就是说这个身体 很肮脏的 错皮囊 观想这个身体 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那你想一想 这个是简单的比喻 简单的比喻 我们能不能突破 突破不了 所以会产生生病啊 看医生啊 会产生很多一些问题 这个身体 你每天 你要满足它 你不满足它 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麻烦 你说你不吃饭 它行吗 它不行啊 你不洗澡 你想一想 像我以前的打佛气的时候 有人发过愿啊 我请大家要发愿吧 有一些居士参加佛系的 这个居士说 我要一个星期不洗澡 这个不行啊 不要说一个星期 你两天不洗澡 你会影响别人 你那个味道就很难闻了 很麻烦这个身体 你不好好对待它 它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它会跟你抗议 所以 释迦牟尼佛 首先教你要先突破 突破这个身体 你能够突破 这个一关啊 你就能够过了 但是很难 所以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看一下 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 前半部 整个金刚经 你看我们会常常读到什么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如果能够把这个四相突破了 你就挣得什么 小乘出火虚托还 大乘圆教 初信伪菩萨 你就真正入门了 你只是低关而已哦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不靠净土法门 你行吗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能够突破吗 突破不了啊 你能够突破了 你真的入门 所以很难啊 真的 你不靠这句名号 你不靠这个阿弥陀佛 你真的太难成就了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到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真干 什么叫真干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五一六成 放下你的贪嗔吃慢 这十六个字 已经很不容易做到了 有没有正道初心为菩萨 说实在的 没有啊 你有没有入门 也没有 你只在门口而已 还没进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的标准 是要断见祸的 我们看下面 断见祸 只是一个身见 佛的标准是这个 你没有进入这个标准 你是没办法达到的 所以说实在啊 当我认识了镜中 我让我感觉 我的心就定下来了 有一个寄托 有一个希望 这个法门真的太容易了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你把这个身见突破了 第二个你要突破什么 边界啊 边界是什么 用现代话来讲 这个边界的意思就是对立啊 你对人 对事 对物 对一切万物 都对立 所以众生为什么会活得很辛苦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错误的见解啊 你想一想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不要说外面的人 说你自己 天天跟人 跟事跟物 几乎每天都是对立的 看这个人不喜欢 看那个人我讨厌 看这个人我喜欢 看这个我不讨厌 天天都是这个样子的 念佛的人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呢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不要跟人家对立 跟人家对立很辛苦的 念佛的人不应该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尊敬的 除非同修大德 其实啊 我们 如果能够明白 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 整个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万事万物 其实跟我们是一体的 所谓啊 在菩萨道里面 我们常讲的 无爱大慈 同体大悲啊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啊 你要这样的培养 无条件的 无缘就是无条件的 去爱护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 都是跟你一样的 你伤害众生 众生一定能伤害你的 你跟众生对立 众生一定跟你对立的 你批评 或者用你的语言 去伤害众生 总有一天他也会用 以缘的伤害 所以啊 用这种无条件 去爱护一切众生 用这个大慈大悲 无条件的 去爱护一切众生 你爱护一切众生 等于是爱护了自己的 你帮助一切众生 等于你帮助你自己的 你成就一切众生 等于你成就了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 在大成经里面 常常提醒我们 你要用这种的心态来念佛 那今天念佛就得力 你今天念佛就成就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跟人家对立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 听师父的话 难得我们都在一起念佛吗 回到家里 走到哪里 看到谁 看到哪怕是看到你讨厌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把他当作阿弥陀佛 我没事 你的事 我们的事情会减少一大半 真的 如果你把他当作敌人来看待 真的 也睡也睡不好 也吃也吃不饱 很辛苦的 你能不能突破 师父 很难 你难也要修啊 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你想一想 今天你不靠敬忠 你不靠这句阿弥陀佛 那怎么办呢 所以要怎么样来化解 用这句名号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常见 所以啊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这个只是讲到第二 吐破你的身见 吐破你的边见 边见就像对立 那第三的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最后的 请跟大家分享 第三就是成见 成见的意思 就自以为是 成见里头 有两大类 音上的戒戒 叫做戒取戒 果上的就是成见 叫做戒取戒 换句话说 这两大类属于是什么呢 成见 就是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 你的想法 你的见解 都是错误的 你能不能吐破 很难 那最后呢 我们看第五 叫做斜见 斜之斜见的 是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见法 这个就是什么 叫做斜之斜见 如果这五种思想上 错误的都没办法断掉了 你看下面 如果这五种思想上的错误断掉了 你就能够挣阿罗汉国 你就得到清净心了 谁能够做得到 你能做得到吗 我们看下面 最后 我们今天呢 一撇烦恼都没断 见识烦恼都在 业障深重 天天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能不能往生 能 这个叫做什么 大业往生 在一切法门中 是没有的 唯独念佛法门才有 但是要如何呢 你虽然 你能够大业往生 但是你要经过什么样的修行 你才能够顺利啊 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原来这个法门能够大业往生 难得 非常难得 但是用什么方法呢 让这个能够顺顺利利的 让我们临终的属后五障碍 用什么方法呢 下个星期来跟大家来说明 这个呢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析 让大家明白 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太难了 不要说见思烦恼断掉 说简单的 你能不能改掉你的脾气 我们脾气有啊 你能不能改过你的脾气 能不能 很难啊 连小小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做不到 那不要谈的大事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遇到这个法门真的不得了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上最有福报的 什么样的人 有人跟我说 那个才是真的 我们现在这个世上所有得到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都带不着 只是暂时借给你用而已 时间到了 你也还是要放下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上 所以我常常讲 啥都是假的 这个世上哪有的是真的 没有 真的是什么 这句阿弥陀佛名 所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珍惜这个姻缘 你看那个在河北 我跟大家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很精彩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 他的名字叫做韩中阴 有没有听过 这个韩中阴啊 他的肾已经烂掉了 韩中阴这个人 你看这个图片 你看他的气色 长得不错 能够站起来 你想一想 这个肾脏坏了 可不可以再生 医学 给我们答案 是不可能的 人家肾已经烂掉了 怎么能够长出来呢 但是在河北这一带 韩中阴就是一个例子 你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肾脏烂掉了 那个很辛苦的 就算虽然现在的医学已经发达了 现在的医学发达可以换圣 但是圣源的难求啊 而且价钱不是这么很便宜 那个费用啊 很贵的 而且 排异服药 玄长人啊 哪里承担这个负担 也不是每个人适合啊 但是韩中阴呢 他有一个很 契机啊 他得这个肾 坏掉了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天天痛得不得了 你想一想 你看过那个人家 那个得圣病的人 你想一想 那个很辛苦 但是啊 韩中阴啊 他小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奶奶跟爷爷呢 曾经啊 常常拜观神菩萨 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呢 很辛苦啊 动不动啊 动也不动啊 很辛苦在这个 这个生活里面 突然间想起啊 观神菩萨 就喊这个观神菩萨 喊了三天 他告诉观神菩萨 我在床上啊 一动也不能动 我很辛苦 你就救我吧 请求观神菩萨 喊了三天 所以啊 这个事情啊 关键在你 相信不相信而已 喊了三天哦 那有一天呢 喊中阴呢 梦见了观神菩萨 观神菩萨来告诉他 喊中阴呢 就告诉菩萨 他说啊 观神菩萨 为什么 我这个生病这么严重 你不管我呢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他告诉观神菩萨 你想一想哦 观神菩萨就告诉了 这个喊中阴一句话 你的罪业啊 太大了 你的众业啊 这个众业啊 轻爆 而且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观神菩萨 告诉喊中阴哦 在梦中里面哦 你的罪业很重 所以你现在赶快念阿弥陀 但是喊中阴呢 就告诉观神菩萨 我很疼啊 疼到什么程度 疼到念不出来啊 喊中阴告诉观神菩萨哦 然后观神菩萨 告诉喊中阴 疼也要念 不要找借口 人很会找借口 哎呀 我很忙啊 我要赚钱 我要上班 我要怎么样 我要如何 这个喊中阴啊 这个观神菩萨 就告诉喊句实 你疼 你痛 你也要念 而且每一天 最少要念多少 六千 六千生 六千生哦 而且呢 观神菩萨 又告诉喊中阴 以后不能再吃肉了 病好了 要寻养念佛 劝人家相信 念佛法 这个观神菩萨 告诉喊中阴的哦 你想一想 那个病人啊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很辛苦 观神菩萨 梦给他托梦哦 告诉他 你不能吃肉 你的罪业很重 你一天 你至少要念六千生的佛号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雪梨 我们的博士金钟学位的统修 你们一天的功课有多少 有多少呢 哎呀师父啊 一天一百 太少了 一天至少要五千啊 要做 要把自己定功课啊 你看那个 谎念主老居士 一天十万生 你又定功课 一天五千 然后观神菩萨 多次来给他托梦 不仅仅劝他念佛 也教他 死灾日 要受八观再见 死灾日 是在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这个地藏本院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死灾日 你要受八观再见 没想到 天天念佛 用什么方法来计算呢 用意米 意米啊 放在这个碗 然后呢 念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个意米拿出来 就等于计算机了 念一句阿弥陀佛 拿出来 念一句阿弥陀佛 拿出来 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出来 把他那个意米啊 已经念光了 又把这个意米装进去 天天就是这样做 你想一想 没想到十五年了 他的身体慢慢的回复 以前没办法走路 现在可以走路 又能够上厕所 又能够种地 又会做种种的一些功课 做一些种种的事情 所以把这个河北这一带 让大家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让一切众生能够对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产生的神性 他度了很多人 经过了十五年 又给这个医生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的当地 曾经来检查他的病 看了这一点的事情 惊讶了一次 在这个世上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太神奇了 这个肾已经烂掉了 还能够长新的出来 你想一想 经过已经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了 现在还在 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得神障 有问题的 这个距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但是你看活的 五十多年了 到现在还在 所以尊敬的 所以同修大德 不要想定 不要胡思乱想 念佛的时候 把你的极力 你的精神 集中在这句名号 要这样想 这个简单为大家 把这个故事 和中英这个念佛感应的故事 为大家一个启发 你要相信 这句名号真的功德不可思议的 简单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讲过头了 本来20分钟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为大家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 用功努力 老实念佛 向观之音菩萨 告诉韩中英 一天六千生 给自己定下来一个功课 你可以学韩中师 韩中英 你可以用玉米 你可以用红豆 可以用绿豆 或者用你的计算机 每一天去计算 至少五千 至少六千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